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爱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 黄木军小历史文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厄与万苏区 上一节我们讲到了 因为八七会议 在农民问题上提出了新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开始扎根于乡村 积极的发动农民群众 而这种变化呢 就增强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阶级意识 同时也激化了阶级斗争 那么多年来 掌控乡村资源的土豪猎身 他们自然不会简单的束手就擒 根据答案资料记载 河南当时到处都是红枪会组织 越南越西各地的枪会组织 几乎遍及乡村各地 新阳一个县就有红学五百多个堂 差不多遍及了新阳县各个重要的乡镇 西县参加枪会的农民有15万人 占全县农民的三分之二 光山县青壮年农民 大部分都参加了枪会 因此呢 一些利用传统殷亲关系 外逃光山的土豪猎身及其子弟 就勾结军阀势力 或者自组枪会 乡村民团等组织 和农协以及骨干分子进行对抗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复仇 以及获得物质利益 比如说逃到光山柴山堡的 大土豪汪玉辉 他就自办红枪会 并且叫嚣说 我将带着我的两个儿子 一个孙子 带领我在光山创办的一堂红学 不日就杀回我的老家去报仇 然后杀进县城 推翻党部和农协 外逃到光山县南部的 大土豪丁仁鱼之子丁月平 则是勾结地痞流氓 组织枪会 向党部农协寻仇 捣毁党部农协的办公室 捕杀党部和农协的人员 酿成了麻成惨 而且呢 土豪猎身的这种报复 是极其残忍的 因此呢 这就更加刺激了 广大农民群众 对于土豪猎身的仇恨 革命知识分子及农民 为了捍卫自己已有的革命成果 就必须毫无妥协地 继续和乡村的旧势力做斗争 他们一方面向武汉求援 另外一方面继续反复仇 于是呢 农协和红香会民团双方 就在鳄鱼边地区 就复仇与反复仇 进行了无数次的泄斗和厮杀 经历过这一切的代基因 后来回忆起鳄鱼边地区的 泄斗和厮杀的时候说 这战争相互残杀 破坏得很厉害 表现出农民战争原始的情形 表现出农民的破坏性 这就印证了法国人勒庞所说的 革命原则的巨大力量 就在于他放纵了野蛮的原始潜能 而在此之前 这些本能一直受到环境 传统以及法律的约束 而也正因为如此 任何一场大的革命 通常都是由上层人士 而不是下层人民引发的 但是一旦人民挣脱了枷锁 那么革命的威力将属于人民 早期下乡的革命知识分子 他领导农民进行相层革命 表现出了传统农民复仇的心态 在复仇的过程中 暴力释放出来的革命激情是必要的 农民从中享受到了 镇压土豪猎身 贪官污吏 所带来的那种喜悦和利益 同时也掌控了乡村的实际政权 在大别山区 下乡革命知识分子 最早发动农民走向暴动的地方 是鳄鱼边地区 黄麻光三地 其他地方还基本上处于静悄悄的状态 1927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急剧的高涨 但是与此同时 国共合作的认统危机 也在急剧的膨胀 随之突破临界点之后 国民党率先从容共 全面走向了清党 先是蒋介石412反革命事变 然后是武汉汪清卫公然的反共 发动了715政变 这先后两次发动的政变 标志着国共合作在台面上 已经彻底走向了破裂 那么血雨腥风 就开始向中国共产党人扑面而来 在国民党以清党为名的白色恐怖中 大批的中国共产党人被捕和被杀 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间 来自中共六大所做的不完全统计 在清党名义下 被杀的共产党员是2.6万人 而来自全国各地慈善救济机关 所做的不完全统计 在1927年4月到1928年7月间 全国各省被国民党逮捕和杀害的人数 总计是81055人 其中被杀者40643人 被逮捕者40412人 具体到厄与晚三省情况 其中湖北被捕者4258人 被杀者1664人 安徽被捕者460人 被杀者204人 河南被捕者778人 被杀者461人 无论是哪一种统计 都可以看到 国民党1927年到1928年间的 清党运动的血腥性和残酷性 我们要强调的是 在这些被杀和被捕者中 有不少并不是中共党员 很多人是国民党左派 他们同样被三大政策 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那么这种残酷的清党运动 也使得原来中国共产党中 那些一直不坚定的分子 或者是有不同政见的分子 离开了中国共产党 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 在思想上 在认识上 在组织上 变得更加的统一 更加的有效率 但是呢 也有大批早期的 非常优秀的中共党员 在清党运动中 被残酷杀害 当时中国社会舆论 对于国民党 这种残酷的清党 并没有出视误督 反而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当时《大公报》 就刊登文章 文章中写道 既以国共交恶 汉宁反目 反共运动胜于东南各省 杀戮载机 其周密狠辣 十倍于标榜反翅至北方 并且尖锐地指出 如果如此试杀止乱者 则宁政府将日渐陷于 专制政治之途 陈鲍也发表文章 文中写道 盖自民国十三年 国民党实行容共而后 共产党在所谓 国民革命运动中 或战死于疆场 或奋斗之捐躯 其牺牲不可谓不重且大 赴隐身于国民革命 旗帜之下 原非共产党之所愿 其忍让出此 盖抱有无限的隐痛 连党军势力一致南京 则共党运命 即现死地 继而各省军起清党 狗烹 攻藏 屠戮被制 所谓工农分子 及共产党人 只遭囚禁 被斩杀 受压迫 以至死者 无葬身之地 生者 无立足之所者 代不知反己 而在文中谈到 双方之间的残酷抱负 循环网复 合足怪在 那么正像 陈报和大公报 所预见的那样 国民党的白色恐怖 无疑就激起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 阶级仇恨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 革命方针 就会发生转型 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 八七会议 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 它最终确立了 以土地革命 满足农民利益 动员农民 组织武装力量 以农村包围城市 进行积极斗争 最终夺取政权 建立苏维埃政府的路线 这个路线 很明显 是在吸取了 前期 革命的经验教训的 基础上提出的 一方面呢 它把夺取政权 建立苏维埃政府 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呢 它是要推动 激进的群众路线 进行地方暴动 这就表明 在国民党的 白色恐怖面前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已经发生了 彻底转变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这种政策上的转变 并没有给出 在具体工作上的 明确指导 这也非常自然 因为在具体工作上的 指导 必须是基于 在革命实践中 足够的反馈之后 才能够得到 因此我们现在 去看巴西会议 对于乡村工作 给出的决议 它只是给了 一个大方向 基本上就是 让你去干 你就去干 至于怎么干 你自己去摸索 但这种指导方针 就成就了后来 厄远苏区的三大暴动 黄麻暴动 商男暴动 和六货暴动 因为这三大暴动 基本上都是 下乡的革命知识分子 按照自己的经验 和创造力 自己在实际工作中 摸索出来的 它既带有 半自发性的特点 同时又具有 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烙印 那么就以黄麻暴动为例 来看一看这种特点 黄麻暴动之前 先前在城市活动的 很多的革命知识分子 因为迫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 而迅速的转入乡村 他们和先期下乡的革命知识分子 形成了河流 河流过后的革命知识分子 仅黄麻两线 其中新道乡村的革命知识分子 和先期下乡的革命知识分子一样 真的按照自己的方式干起来 但是我们不要盲目主观的认为 中共党中央的巴西会议一声令下 乡村的革命实践 就能彻底的发动起 广大的农民群众来 革命实践从来都不会一蹴而就 直到1927年10月份 乡村的民众动员 还经常因为这方面的问题 被中共上层批评为 机会主义的余毒尚未产尽 偏重军事动作 而忽视群众的行动 实际上很多在基层的革命知识分子 还不懂得土地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于如何发动农民群众 进行农民暴动 还处于摸索的阶段 那么黄瓦地区的暴动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涉及到具体的革命实践 从过程来看 恐怕还是革命知识分子 所领导的农协和红枪会之间的 半自发性的泄斗和仇杀的延续 这个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是1927年9月 于黄马地区所爆发的9月暴动 第二阶段 是10月10日到11日的 脚30军一个营的枪械 第三个阶段呢 是10月14日到12月5日的攻占县城 1927年9月 差不多与早现在城市活动的 革命知识分子家乡同步的 是一些外逃的土豪猎身 在国民党青党政策的鼓动下 开始返乡 他们开始造谣 说共产党丧天良 先杀老子后杀娘 杀尽农民做地网 共产党珍稀奇 先分田后共期 而且还组织了乡村的枪会 民团产共团等组织来破坏革命 和前期相比 这一次土豪猎身 回乡复仇的规模更大 行动也更加的凶残 根据回忆资料记载 当时一些在外乡的土豪猎身 就以河南光山县新级卫中心 勾结了当地的民团 红枪会上万人 在丁振瑜的儿子丁月平 王子立的哥哥王九龙子 反动区长王继之的儿子王仲怀 等反动头子的率领下 像乘马刚顺和吉等区就发起了进攻 他们沿途抢东西 拉耿牛 毁青苗 屠杀革命群众 土豪猎身的这种反攻倒算 非常的厉害 他们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复仇 而千惠及民团会众 都是为了抢夺物质利益 因此呢 黄马等地的乡村 很多的党组织和农邪 都遭到了摧毁和破坏 农民的损失非常的惨重 而在麻城 党内也起了分化 少数动摇投机分子溜掉 有的跑到武汉去了 有的躲到亲戚家 有的成为了叛徒 但是基本群众 还是抱着破釜沉舟 斗争到底的决心 那么为什么基本群众 反而能够坚持 这种斗争的态度呢 一方面是因为土豪猎身的肆意烧杀 普遍激化了乡村阶级矛盾和仇恨 另外一方面呢 则是因为乡村当时 只有中国共产党有组织力量 可以给这些普通的劳苦大众提供保护 面对土豪猎身的烧杀 革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 必须以革命继续革命 以革命发展革命 而绝大部分的农友 也表达了一种共同的倾向 普遍认为 还是不打不能安身 不打平不能安身 必须要坚持斗争 坚持反抗 于是呢 作为对白色恐怖的回应 黄瓦地区的农民 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带动之下 一面继续镇压 乡村土豪猎身和贪官污吏 并且斗争的面积和深度 甚至难以抑制的 就扩大化和深入化 另一方面呢 就是杀洪穴 杀了差不多一千 杀来杀去杀了三十多次 杀了洪穴近一千人 应该说 革命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农邪 就知识理念而言 比红枪会要高尚一些 红枪会更多的是受谎言和迷信驱动 因此呢 在与农邪的对阵中 很快就败下阵来 不过这种相互的烧杀报复 无疑也会使得农民变得赤贫 而蔓延的积极仇恨 也会驱使着赤贫的农民 不得不走向革命 革命就变成了要杀光红穴 杀光土豪猎身 不完租分土地 革命的积极性就以杀的土豪猎身的数量 来平定 今天你们逮了两个土豪猎身杀了 我这里只杀一个 那我就落后了 若是一个也没有抓到或者杀死 那我这边就会抬不起头来 很多人会因为这种不明丽的事情 而睡不着觉 正因为如此 戴基英在后来他的回忆中就说 在这次反红枪会的行动中 党和群众都有报复主义 和烧杀政策的错误 这句话反映了部分的真实 但它也不是全部的事实 实际上 九月暴动在地方性革命实践 甚至可以等同于 复仇与反复仇 烧杀与反烧杀 因为在具体的实践中 如果没有如此剧烈的矛盾冲突的话 那么暴动根本就不可能发动起来 任何暴动的真正源泉 都是来自于仇恨和怨愤 复仇的九月暴动 就彻底打破了 乡村原有的土豪猎身的权威结构 而且呢 已由迷信和利益驱动的红枪会的彻底战败而告终 当时红枪会的内部也起了分化 惠仲和领头者的矛盾也加剧 红穴的所谓打不死 让群众觉得根本是骗人的 因为已经打死了一千多人 而且呢 领导红枪会的这些土豪猎身 打了共产党 然后还要接着收租 那么这些参加了红枪会的 受了蛊惑和蒙蔽的群众 自然也就不干了 他们也开始造反 去杀那些领导红枪会的土豪猎身 那么参加暴动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些农民 在与红枪会经过了多次争斗之后 终于站到了上风 因此胆量也就更大 气势也就更壮 下一步 他们就准备向郑贵军出击了 1月27年11月10日到11日这两天 他们首先收拾的就是黄安 七里平 三十军 一营 由于这个营兵力虚弱 在得到暴动农民 即将来搅枪的消息之后 就溃逃了 那么在这次暴动 第一次进攻郑贵军的时候 农民群众就看到了敌人的软弱 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 他们的革命勇气自然百倍的增长 同时引起了他们进攻的决心 当农民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壮大的时候 他们的进攻决心也就会膨胀到极点 而恰恰在这个时候 中共湖北省委也已经指示福向一 担任黄麻区特委书记的工作 并且指示他要尽可能的发动 黄麻的农民群众起来斗争 夺取溃败军的武装 占领县城 10月初黄麻特委成立 福向一担任书记 同时成立了暴动总指挥部 潘忠儒任总指挥 吴光浩任副总指挥 开始攻占县城 于是11月14日起 黄麻暴动大爆发 中心区七里紫云成顺区 一共有二三十万人组成了起义大军 但实际上这个数字是过分夸大 真正参加起义的只有一两万人 当时暴动总指挥部 就凭着这一两万人 非常轻松的就攻占了县城 活捉了县长 贺首忠等人 直到12月5日 战友诚实时间达到了21个昼夜 时间虽然很短 但它具有重要的动员意义 其一暴动攻占了县城 组建了自己的军队和工东政府 之前呢 很多对于乡村政权存在 观望之心的农友 在这个时候也觉得农民有力量 农民政府可以巩固 他们也同样干起来 杀土豪猎身 开铁匠会或者造武器 第二呢 暴动攻占县城 也给周边的县份 带来了示范从众的效应 比如周边的黄刚 罗田 及河南商城县等处的农民 也纷纷准备派代表前来庆祝 但是呢 由于过分的自满 以及敌人的强大 黄马暴动在攻占了县城 21个昼夜之后 最后在正规军 人应骑步 围剿之下走向失败 绝大部分 曾经是群青激昂的农民 因为这次挫折 而消失的无永无踪 一部分骨干分子 也脱离了队伍 比如带有很强 本土意识的骨干分子 吴焕仙 暴动失败之后 就因为不满革命队伍 撤离老家 他自动脱离了队伍 后来呢 还是在老同学 戴基英的争取之下 才又回到了革命队伍中 根据戴基英回忆 吴焕仙出校的时候 跟他就是同学 起之后 后来退到七里平的时候 他就走了 1928年 当戴基英 从木兰山回来之后 他派人去找吴焕仙 第一次呢 吴焕仙 他并没有回来 因为那个时候 吴焕仙 在新州郊区 交书 他的东家 很有钱 而且只有一个 独生姑娘 所以呢 想把吴焕仙 收为座堂女婿 不过后来 当戴基英派人 第二次去找吴焕仙 吴焕仙 回来了 他回来之后 一见到戴基英 就哭 他觉得很惭愧 因为他没有参加 和同志们一起 去木兰山 打游击 现在 同志们胜利回来了 他觉得不好意思 不过 吴焕仙 也坦然的承认了 自己的错误 并且在改正错误中 迅速的成长起来 后来成为 红25军的重要领导人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部分 脱离革命队伍的 应该说 绝大部分的骨干分子 仍然在克服前路的 种种困境 继续分散在周边的山区 打游击 但是正是在 这样的斗争中 乡村阶级界限 和仇恨意识 就毫无疑问的 已经被夯实和固化 革命的风火 必将在大白山区 熊熊燃烧 总之呢 大白山区 所爆发的农民暴动 这毫无疑问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农民暴动 但是呢 这个暴动 仍然带有半自发的性质 根据很多当事人的回忆 我们可以看到 暴动中 农民他并不了解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策略 而处于领导地位的 这些中国共产党的 青年革命知识分子 他们也不知道 明确的指出 农民革命的出路 去领导农民 只知道 率领了农民 去反抗土豪猎身 对他们的报复和屠杀 因此呢 中国共产党 并没有能够使得 这些自发的暴动 达到最高的组织性 而且在暴动中 也出现了浓厚的 无政府状态 但这也是符合客观规律 因为任何一种正确的 革命理论 都是需要在革命实践中 反复地去调整 总结 锤炼 它不可能一经提出 就成为正确的指导思想 而且即使它成为了 正确的指导思想 革命者从上至下 对这种正确指导思想的理解 也需要一个过程和时间 因此呢 我们说 大白山早期的农民暴动 所表现出来的 这种革命的粗放性 是必然的 是很难避免的 一般呢 我们把1927年到1929年 称为中共的暴动期 在这段时间 就湖北而言 全境所杀的豪身地主 至少有一千数百人以上 同时呢 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 不仅杀戮豪身地主 并且没收其财产 分配其土地 烧毁其契约 杀戮政府官吏 以及围剿驻军的枪械 进攻县城等等 这在乡村 造成了极大的赤色恐怖 厄与宛苏区的建立 是基于三个主要的暴动 黄霸暴动成立了红军31时 商南暴动成立了红军32时 六货暴动成立了红军33时 但实际上 在大白山区 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暴动 不过多数都失败了 后来 厄与宛苏区 以及红四方面军的整体格局及规模的形成 基本上是在这三次成功暴动的基础上运出来了 不仅黄霸暴动 有我们所描述的那种半自发性的特点 其实周围炯 李提云 肖芳 詹古堂 袁汉明 齐德伟 他们这些革命知识分子 所参与领导的商南暴动 舒传贤 王毅常 王布门 吴干才 朱体仁 徐百川 江靖堂 这些革命知识分子 所领导的六货暴动 他们的暴动 以及民众动员 也有类似的过程和特点 不过呢 也有两点不同 第一 商南暴动和六货暴动 都是持余黄娃暴动 近两年之后爆发了 所以他们更多的受到了 中共上层 左的政策的指导 第二 商南暴动和六货暴动 由于暴动的时间比较晚 所以不少的骨干 革命知识分子 利用他们的传统的社会资本 打入到了当地的民团组织 所以暴动更多的 是从统治集团的内部开始的 但总体来说 三者大同小异 暴动只是起点 要想形成 具有一定规模的苏区 就必须要建立革命政府 这就是苏埃 那么下一集呢 我给大家讲一讲 在厄与版苏区 苏埃的建设 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 我给大家看一看 我给大家看一看 我给大家看一看